《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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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40多歲 做竹編 我們其實很小就開始做粗糙的竹編 到最後做精細的20多年的 我主要是做竹絲畫、竹絲寇持這些 編竹絲寇持的編織的話 先要就是 先要竹絲綁在瓷器上 以一個瓷器來圍胎 再綁上去 我們叫一胎成形 長二不漏 結沒有路在外面的 也找不到街頭的 要筋線要勻 尾線要平 我的竹絲編的一般材料都是用弄四川的瓷竹 因為瓷竹它的柔韌性比較好 還有一個最主要是這個結也比較長 所以說比較適合編織 一般在山上把竹子取下來的話 先鋸結 結鋸好了以後有刮青 刮青再起面 起面以後再一層層的剝 一般的竹絲我們到最後的時候 可能到三絲左右 比S紫還要薄 絲的粗細程度呢 又是根據畫的要求來做 這幅畫我要求比較高 那我就把竹面做得細一點的 我一般做的是一厘米寬度16根絲 或者18根絲 做竹絲畫的話 我是大氣都不敢出一聲的 我還是做佛像 要懷著一個敬畏的心 竹面非常細了 它又跟絲線不一樣的 因為它雖然柔韌性很好 但是還是容易把它拉斷的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一根根的把它要放平 還要放平 還要再用勾針把它勾過來 傳統記憶的話 傳承是基礎 我們傳統的記憶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 但是現在社會其實很快 我們要懂得創新 創新它才是延續下去的 新的生機 就像我們編的這些生活器具 在農村都是個很大的一個 裝糧式的大的器具 我們就把它改編成 編成這種香囊 適合現代人的需要的一些產品 做這些東西的話 首先一個你要心靜的下來 還有一個你要喜歡每一幅作品 都是一個享受的過程 你把它這個過程當作一個享受的過程 你才會用心去做 也才會去創作的 你才會用心去做 也才會去創作的 我認為傳統社會喜歡的人 還是比較多的 只是我們手藝人 特別是作為一個非藝傳承人 怎麼是去普及大家 讓大家更加喜歡 對生活要做到知足常樂 對藝術要做到精益求精 謝謝大家